欢迎收看财经号角 今天我们来跟各位观察金融股 在2022年整体的事况以及变化 其实各位也感觉得出来了 今年在金融股当中 感觉有股价频频破底 表现特别差的那一种股票 好像也有那种股价 持续保持在多头氛围 甚至创历史新高的银行股的股票 所以我们要用什么样的一个角度 来观察在今年金融股的事况呢 其实主要可以分为几项来作为探讨 那就是以受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控股 以证券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控股 以及以银行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金控股 那我们就一一来谈 其实今年各位也感觉得到 主要大部分的这种比较全职型的金控股 比如说像是国财新和开发金 所受到资产减损的力道是非常显著的 所以股价也是频频的破底 我们来观察一下图表 今年在金控当中 包括国内外的投资未实现的损益 在第二季就已经减少了8277亿 所以这样的一个数据也直接造智了 以受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这些金控股 它本身就拥有大量的资产 大部分的钱也不是它自己的 而是来自于受险保单来源的资金 所以这一部分的资金到现在为止 都还是会实现损益 所以在未来年底的一个财报认列上 很有可能就会转为实质的损益 那在这种状态底下 对于受险股的净值的减损力道 就非常显著了 这也是这些受险股 跟国际的资本市场 严重度比较大的一个缘故 那也由于我们看到 就算经营很多银行股的股价 它营收表现也没有特别的差劲 可是如果以今年的金融股的实体营收 来进行运算的话 明年很有可能发的股力 是今年的仅仅只有一半而已 我们来观察一下 就是以近十年来看 15家监控的总股息 从15年来看就缓布的 在慢慢垫高当中了 基本上跟扩存循环也有一点像 大概是15年18年受到一些冲击 那我们看到我去年的15家监控的总股息 加总起来 其实已经接近2500亿台币了 可是按照目前的实质的 应于动能情况来看的话 明年能够配发今年所占到的股息 大概只能配1000到1200亿 1200亿已经是最乐观的时候 也就是说明年基本上 预估能够发放的股息 应该不会到今年的一半 好那你会说完蛋了 那是不是代表我今年 这个买的金融股啊 明年要么就是只配一半股息 要么就是我的股价必须要点一半 才会符合当时的殖利率嘛 我反而觉得 这个反而要从一个 更宏观的角度来观察 因为老实说 今年银行股的动能不算差践 因为银行股受惠于升息嘛 那获利也没有大幅衰退的一个迹象 所以照理来讲 假设它的股价没有太大变化的话 明年殖利率很有可能会保持在一样的区间 而且股力发放有可能持续的增长 所以你可能不只赚到价差 甚至在明年还赚到股息 但是为什么总的来说 股息的衰退幅度会接近一半呢 一个最直观的原因就是因为 因为在整个金融指数当中 光是国泰金和富邦金所占的权重 就已经来到三成四成 甚至接近五成了 所以光是这两家配息的数目减少 它就足以影响到整个金控股了 所以各位啊 针对整个金控的事况 还是要单就于看一下 你所投资的个股为何 那刚才我们跟各位提到 金控股主要分为三类 一部分是以授权作为主要营收来源 一部分是以证券 另外一部分是银行 我们来看一下图表 来观察一下 今年从年初以来 股价相对表现比较优良的这些金控股 大部分是集中在哪些股票 其实很明显啦 大部分都是一些金融关股 或者一些银行放贷股啦 目前在挣报仇的 你像是第一金 华南金 兆峰金 玉山金 或者何库金 这些他们主要营收来源 都是来自于银行部门 也就是来自于利差扩大 所形成的资本上的一个获利 那反而你像是2891德中信金 它是银行和受险部门各半 像是2885的元大金 一直到底下包括开发金 国泰金 以及富邦金 跌时就逐步的加大 所以各位可以感觉很清楚 今年能够正报仇绩效的 大部分都是银行股 那么报仇没有像受险股这么差劲 可是也有非常明显受到 整体成交量量所影响的 是属于证券股 像是元大金 那跌时最重的 就是以受险作为主要营收来源的 国泰富邦和开发 这三家基本上有八成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受险业 所以你说国泰市华大不大 台北富邦银行大不大 也很大 但问题是在整个金控当中 这些银行部门的营收 跟受险比起来 是微不足道的 那这个时候就值得观察一点了 那就是我们看到 现在受到利空冲击最大的 其实大多数都是属于受险和证券为主 受险最近的问题大家很清楚 就来自于资产的减损 包括最近金管会也公布了 我们从图表上来观察 已经公布 现在已经有两家的受险公司 净值比已经低于3%了 我们都很清楚 金管会主要有两项指标 来衡量受险公司本身的资本的健全度 以及流动性问题 那就是从净值比3% 和资本市值率200% 来作为一些门槛 那我们看到像是南山和山商兽 在一二季的净值比 已经低于3%的警戒线 所以它必须要立即进行财务结构的重新优化 这导致我们它就必须要采取一些明显的财务杠杆行为 所以各位可以理解的很清楚 目前来看国寿或者富邦仁寿 或者是中寿这些开发金 国泰金富邦金旗下的减损公司 目前净值比其实是优良的 只是它必须要40度的反映在净值上的减损 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受险作为主要营锁来源的股票 它的股价跌幅是最重的 那什么时候它能够阻底呢 国际股市什么时候好转 国际债市什么时候好转 它本身的谈幅就会出现 其实照来讲 监控股本身的跌幅不应该这么重 只是因为我们看这些受险公司 它本身存有大量的股票部位和债券部位 那基本上过去来看 股债它有一个明显的替代效果 通常股市涨 债市可能涨势比较弱 或者说债市可能适度的走跌 那通常债市大涨避险情绪大增股市会走落 但今年刚好恰好遇到升息周期 而市场又有景气衰退的隐忧 所以是股债同时大跌 这也导致了今年的金控股表现普遍不是特别好 那这是一个问题 那另外一个问题 大家比较关注的是禅险部位 尤其是防疫保单理赔的问题 的确我们来观察一下 从图表上来显示 的确目前的整体的防疫显得理赔金额是不断的创高 而且目前台北的整个我们讲的感染确诊人数 大概占总人口的才接近两成而已 所以台湾确诊率其实并没有想象中来得这么高 那它一方面暗示的可能台湾的确诊率 它无法快速的打开 另外一方面那就是其实还有很多的保单 有可能还没赔嘛 所以依照目前的产险部门来看的话 大部分的公司整体所遭受到的获利侵蚀 其实都已经算是十分显著了 可是这些有残险的公司 除了赵峰金它残险的部门 所占整体金控的营收规模稍微比较大之外 基本上大部分的售减公司 像国泰富邦 残险部门的营收 跟那个资产减损的比例 也是微不足道的 所以反而我觉得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 你看一下整体的营收结构就可以理解了 官方朋友看一下 这张图表是富邦金的营收结构 你看富邦金控 它在富邦人寿的总体的获利 大概就已经占了整体营收的八成了 那台北富邦银甚至还不到两成 所以官方朋友可以完全的理解到 你看富邦人寿占整个上半年获利有九成一 富邦银行大概就占个一成左右而已 富邦残险甚至是负增长的 国泰金我们看到这种资产减损的力度 就会对于国售的影响来得更大 所以我们观察到 像是国泰金本身普通股的美股净值 在2022年几乎是直接砍半官培 所以各位可以完全理解得到 现在这些售减公司最大的敌人 完全都不是防疫险的问题 纯粹就是来自于国际股市 股债市的同时的双杀 好那我们来观察一下 那如果我们以寿闲股目前的 去估值的速度来看的话 现在的价位有来到一个中长级的 投资点水位吗 我们从金融股惯用的本进比来做观察 这个我们做本进比的 它通常有水平比较 也会有垂直比较 水平比较的概念 就是拿国泰金跟富邦金的本进比来做比较 哪一个记性比较低 但通常每一支股票都会有自己的惯性 你拿寿闲股国泰富邦开发 勉强还可以比 可是国泰金跟赵丰金 它就不能用同一种机器来进行比较 因为营收结构不同 那我们看到最好的方式是用 自己跟自己比的比较 这张图表是国泰金的 股进比的长期的河流图 从2010年一路到现在 那我们看得很清楚 其实国泰金的本进比 长期是0.5倍到2倍左右 波动幅度略比银行股还要来得大 那过去来看它长期的股进比 大概是1.1倍到1.4倍左右做震荡 2020年的时候曾经下滑到0.8倍 到0.5倍左右 但现在股价再度的从当时的高点1.1倍 再度的下滑到0.8倍 所以的确我认为国泰金 中长期的投资点已经依稀浮现 当然它很有可能会回到 2020年当时的价位 毕竟现在又是新一波的库存循环 加上外部性的冲击 所以我反而会觉得 在0.5倍到0.8倍 这段时间进行中长期的部件 算是非常适合的 你说那有没有可能低于0.5倍 光泰有看一下图表 其实过去几年来 低于0.5倍的情况 真的很难得发生 所以我们当然可以说 做一个适度资金的安排 留个最后的一层到两层资金 来等到0.5倍以下来进行投入 可是光泰也要有心理准备 很有可能会等不到这样的一个价位 因为市场上的估值 总会有人去进行基本的计算的 的确股价永远都会有极端杀低的时候 可是各位要理解 国泰金它好歹也是台湾的前两大金控股 这种大者恒大的趋势底下 到底要平衡到多少程度 才会市场的完全的买盘会进驻 是值得大家来多做些观察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 现在的机器算是偏低 好那另外一个是原大金 原大金刚才我们看到跌幅不如售仙股这么重 但是也肯定不会是收涨的 为什么 今年成交量都在说 我们来观察一下原大金的营业收入 整体营收规模 其实从去年7月份以来 每个月的月减率都在同时的衰退 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明显的迹象 因为原大金整体的营收来源 主要还是来自于手续费 尤其是证券交易量的不大幅度的相关的联动 所以我们看到从去年下半年以来 台股的成交量就不断在量苏了 那短期内也很难回到大概5千亿到6千亿左右的规模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 原大金的整体的股价的疲惫 它时间线稍微会拉得长一点 可是你说台北股市的成交量还会再说吗 现在1800 1900亿 老实说已经算是蛮低的 那过去最差也曾经到1500到1600亿 可是你说能够回到那种5年前的水准 那种1100亿1200亿 其实可能也有一点难度 毕竟整个市场的最差劲的情绪 大概也就这样子了 对吧 所以我反倒会觉得 它的利空也差不多释出了 那这个时候 它明年的EPS一定不会太好看 所以明年配的息肯定也不多 所以这个时候它的股价 我们看到也有做一个比较明显的均值回归之后 就来观察 它的基期到底变化明不明显了 我们来观察一下元大金的本金比 元大金目前的本金比 长期以来是0.5倍到2倍左右 那目前也回归到大概在1倍左右了 也接近过去历史的低原值0.8倍了 那的确现在的股价净值比 不像15年当时来到0.7倍这么便宜 但是也不算是贵了 所以元大金反而是那种跌幅比较显著 但是它过去的基期 在15年以来随着成交量就不断地被推高 可是你也不太可能期待成交量回到1.5年的水平 所以现在这样的一个点位 我反而会认为 只要能够回到0.8倍 应该就是非常难得一见的低基期水位了 这个是我的观察 那最后一点 我们来观察一下银行股的部分 银行股 刚才我们看到 你像永峰 玉山 这种民营的银行股 表现都算是不错 但是如果你说 今年银行股有没有表现到说极度量力 也没有 它就是没有像受险和政权一样差 那今年反而同期内有持续在增长 而且创同期新高的 很像7月份8月份营兽 最为明显应该就是永峰金的 那永峰金非常明显的原因 主要来自于它本身在利差扩大之后 内部财务上的一个变革 我们来观察一下永峰金 在整个第二季的营兽 各位就可以明显了解了 永峰金主要营兽来源 基本上就是来自于银行部门 你看它证券部门 和其他部门的收益 也是大幅衰退的 问题是因为它大部分的营兽来源 来自于银行 所以反而导致了 它在银行上结构上的优化 使得它在所有的民营银行概念国当中 表现是最为杰出的 那一样 我们从本进比来做观察 那就很明显了 银行股在过去几年 由于长期的量化宽松 利差比较低 所以长期的股进比 你看永峰金 11年以来一直保持 大概0.5到0.8倍左右 它的基期一直以来都是比较低的 可是你看到 从21年开始的升息周期 缩表行为开始发酵之后 反而它的基期就不断地推高 现在反而来到1.4倍 是略高于中长期的平均水位的 所以观众可以理解 今年到底存股应该存哪些股票呢 我反倒会认为说 银行股的应该要适度的避开 而以受险或者以证券作为主要 营收来源的这些金控股 反而是可以多多来留意的 这些金控股可能利空会持续发酵 成交量有没有可能更低 你硬要讲当然也有可能 情绪极度悲观 没有人要买股票 收钱股有没有可能更低 股灾来临 全球大崩盘 可是你如果说 以中长期的成本价来判断 现在的金融股的水位 那我反倒会认为 你肯定是要挑便宜的减 而且要挑那些 有便宜价格 乖离拉的极低 但是它又属于大型 全职金融股的 这些金控股 来做为一些挑选 那银行股的部分 你当然可以持续的定期定额 可是现在大级的购买 成本价肯定是不便宜的 明年虽然股息会坎贝 但是如果是 存这些银行股的投资朋友 明年的获利 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甚至你可能在资本上的亏损 和股利上的领取 都不会有大幅度的衰减 那受险股和征券股的部分 明年的股利 一定会连得变少 但是股价这个时候 也回档了 对吧 所以你反而可以来到一个 更便宜的成本价的位阶 也提供给投资朋友 对于下半年金融股 整体布局的时期 当然投资朋友 如果有更多的兴趣和想法 欢迎你 也可以订阅我们频道 按赞加分享 我们就下一期 财经浩角再相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